歡迎來到下的新聞年齡 我們今天針對曹小妹妹的個案 希望可以補破網 今天媒體上也披露一個很重要的新聞 類似的個案也是一個母親 她在週記上面寫到說 她要帶著她的小孩一起去自殺 老師看到以後 跟社工妍強制就把人留下來了 所以三條人命就救下來 這個老師跟社工妍就必須要是鼓掌被肯定了 可是相對有做錯的 包括社工妍要不要檢討一下 剛剛我們講的很多的點都是出了狀況的 包括台中縣 台中縣這個案子接下來之後 員警陪同社工妍進去的 到這個住宅的時候 發現喊的時候沒有人回應啊 結果警察的說法是什麼 你沒有家屬陪同就沒辦法做 那我們要問 那他說危險你為什麼不趕快把家屬找來 後來又去了一次 又沒有人應門方式是什麼 把這個聯絡方式用紙張丟進信箱裡面 更離譜的是什麼 第三次又去又發現又沒有人應檢 打電話找他台中市的這個爸爸 爸爸講完說母女可能沒有沒有已經沒有問題之後 這案子就被截掉了 可是過沒有幾天 發現屍臭味人已經死掉了 我先把陳子文找來 怎麼辦那社工妍去了三次 那都不進去只能等到屍體嗎 怎麼這麼離譜 我想第一個就是社工妍他沒有任何的公權力 他可以破門進到人家的家裡頭 所以要警察陪著去 那這個第一個當然是 你一定要有公權力的人才能來做這件事情 那再來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你一直看不到對方 你也找不到他的人 那你去聯絡生父 我覺得他這個是正確的做法 那他的父親跟你說他們是OK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時候你倒怎麼辦 當然只是說他現在說馬上就截然 我想這是一個疏失了 因為你一直沒有看到這個人 那你也知道這個 你也知道這個生父跟他們之間其實 關係是疏離的 那因為你沒辦法找到人說 其實他是有在做追蹤的 他是有在去追蹤後續了解 到底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只是說當沒有想到說 其實他後續追蹤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太晚了 我想這個是整個在處理上 所以再來一個就是說 這個社工妍到底他的基礎 經驗是怎麼樣子 如果說他是一個很資淺的社工 沒有很好的一個訓練跟督導 那可能在很多時機在決定跟判斷上面 可能就有他一些比較疏忽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整個又是一個體制上的問題 所以曹欣光是台中市的社工妍 他怎麼想不到去找他父親 然後父親跟他講完以後 這個到第一個面坊都還是沒有看到人 第二個就是真的就彩性了 而且把他擠案喔 後來過幾天發現的時候 很多人是已經死掉了 這可能也是其中一個大的漏洞 所以剛才陳小姐講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們有在追蹤 但這個追蹤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這個追蹤是什麼 是親差夫婦的 就是啊我兒子看 他沒在那裡好 我住在那裡 你是在做什麼 你是在做一個 做一個例行事業嗎 不是的 當你知道這個案子已經相當的嚴重 一定在筆記本就起來說 媽媽已經要買木炭 你按理說是要見到人啊 按理說應該是要破門而入 我們剛才講 警察有時候有什麼 有時候就是先屬屬性 但是如果在社工人員認為說 會這事情很嚴重 如果沒看到人會出事情 這個時候老實說 警察應該也會配合的喔 雖然警察有時候是會比較 比較痠嘛 沒有事情就痠 但是當一個人命關天的時候 警察我相信是可以破門而入的 警察破門而入當然 有時候是會要被人家賠償 但是當你救了一個人命 賠一個門算不了什麼事情 胡大哥我們上禮拜也舉了兩個 一個教訓一個老師 救了人命的事情 我們今天又給大家看 這個也是社工人員跟 跟老師救了三條人命啊 他一樣他如果只是寫了 這樣的一個字條 他也可以說這個不重要啊 那他如果不好流逝 可能一個草小妹妹的事件 就又發生了嘛 所以我們今天一方面就是說 肯定有些社工人員 有做到他蓋盡的本分 老師也應該給他鼓掌 可是相對啦 上禮拜 超小妹妹這個案子 不對的地方就要清清楚楚 就要去檢討啊 我想如果社工界以此為界 大家好好的思考反省 社會會同情支持他們 剛好把這問題凸顯出來 其實剛剛蔡芳朗委員 表現很好態度說明天 既然你們要去示威抗議 那道立法院找我們 包括鄭英雄為了這個事他失眠 那不妨兩黨兩位立委請你們 為陸森吵架大家可以理解 為台聲大家自己合作懂應該的吧 說我倒希望你們社工界 明天就到立法院 把你的問題跟這些委員陳情 應該怎麼修化 包括我是這樣說 剛好工會的那個常務理事實在就說 你們剛好早就覺得 是不是好好開個公聽會 把內政部行政系統的 包括立法院包括媒體 其實媒體是在扮演這個 這媒體如果說 是不是媒體的標題是媒體殺人 我們要好好反省 是不是太重了 對社工界打下去太重 包括學術界社工界 大家好好來思考 剛剛大家談到 通報系統是不是夠不夠靈敏 第二資源夠不夠顯然是都不夠 所以我覺得像孔主說 不遷入不二過啦 不要遷入到 遷入人不要遷入到東海大學社工系 也不二過 這個是為什麼不二過呢 九年前的巴掌系事件 你看經過九年我們社會 對消防人員 讀者文在消防人員是第一位 我們名嘴還掉牆背 為什麼呢 經過九年整個震撼療法 巴掌系事件給消防體 一個非常大的教訓 你看去年八八風災 還有易消在左嘴溪為救人而淹死 我是希望說易消人做到 消防人員做到 我們也希望社工 哪一天你們的社會地位 跟消防人員一樣 我們是心之所謂 但是你們的困難 你們的問題 我們大家一起來面對 我在市呼籲 應該有的資源跟財力 包括我剛剛跟常務理事才知道 社工的薪水平均薪資3萬塊 24小時待命 而且資遣制大家不想做 這個問題如果你不講 我們都不知道 是利用的機會把社工的困境 他們的任勞任業的部分 也讓大家來分享 蔡英文 雖然沒有錯啊 巴掌系的時候 那時候行政院副院長 是下台的嘛對不對 消防人員 那時候可能也都很難過啊 可是他們沒有反省啊 像是全台灣 大家最新的人就是消防人員 人家也不會因為巴掌系 然後就整個變謀妹了 一樣啊 邱小妹妹的事情 醫療人員 後來人家也是一片檢討啊 檢討完之後 該懲處的懲處 然後把這個整個架構做好了 他們整個支持度又要上升啊 所以現在很重要 我覺得社工體系 當然平常是很委屈沒有錯 可是要救世論是把問題解決 所以這次的事件 如果能讓我們建構一個更安全的 社會安全救助網 可以撥破旁 這個也未嘗 不是一個好事 另外社工很辛苦啦 我剛剛一直在問那個陳常務理事說 社工有沒有資深的 看起來顯然是沒有啦 因為社工很辛苦 然而在這個位置上 它的流動力很高 會不會是因為這個緣故啊 讓這些社工 他們的經驗不足 其實剛剛我們所講的那個破門而入 只要有警察在場的時候 他是有法令可以支持他 破門而入的 是不是這個社工 對於這樣的相關的法令 他不瞭解 然後延誤了救援的機會跟時間 他是有相關的法令 可以支持他喔 破門而入的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這個 就很重要 蔡正恩蔡文 就是說這個類似又來 同樣一個類似草小妹妹 這樣的一個個案 那我們從學校怎麼處理 社工人員怎麼處理 警察怎麼處理 趕快把那個網要補破 可是我們今天比較難過的是什麼 有些人上去網路上 或什麼留言 有些社工人員真的 平常我們幫你鼓掌 可是有留言這樣真的是 不大好 有些講什麼 他說什麼 彭老師你怎麼可以講 社工人員應該全年無休 人家不是叫你全年無休 你可以去修 可是你要輪值啊 你不能每個事情都 好像沒有看到真相 第二個 有些人就上去罵老師啊 說敬愛的老師們 學校沒教的事情太多了 你們沒有教什麼 仿式衛藝不能夠寫進紀錄裡面 也不能夠用流言跟流子條 他剛剛講的就是台中線那個 那事實上 就是因為有危險性啊 所以你不能只有流子條 而且該破門就要破門而入啊 我想有些社工朋友平常很辛苦 這個時候會講一些企劃 我想我們要多吞輪一點 多容忍一點 那的確我必須承認這個整個事件裡面 社工人並沒有得到充足的資訊 並沒有 他們沒有看到小孩子的舟跡 他們都是輾轉了一個船一個 所以沒有那麼清晰說 這是個高危險的狀況 再加上說他看到的時候 我剛才講他經濟狀況這麼好 所以相對的就不可能把它判定 為高危險的狀況 這是第一個 資訊不足是最嚴重的問題 那第二個我要提的就是說 其實我要勸大家 這個像蔡旺倫委員講的對 我們來檢討一下 可能有一些低收入狀況的 大家有注意到 這種比較高收入狀況的東西 是不是在我們這個 整個社工團務體系裡面 可能也要有不同的運作的方式 不同的運作方式 像剛才你說什麼 學校裡面集合起來找人 因為他有個心理條件 知道說這個媽媽因為負債很嚴重 所以你警覺性 整個社會就開張來 學校社工整個投入下去 那這樣做比較高收入高所得 財富又很雄厚的家庭狀況的話 這個投入以後也要淚入一個 很慘痛的教訓個案 我相信我們的社工人員 有能力解決這部分的問題 好 部分社工跟單位他們反彈 不是只有針對東海的社工系的 連內政部長 他們明天都要去抗議 我們來討論一下 他們說是因為你整個環境不好 所以你們都不好幫我們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到內政部去抗議 這樣對嗎 我們馬上會來追蹤